要延伸,所以各位有点心理准备 再来的话就会是云端白板上面 记得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一个单元,我们还是第一个单元 里面的台北市 切到点位资讯这个 这个文件,这个讲义 打开之后的 今天讲的是第14页的地方 OK 那也就是说我希望把之前用手动的方式 比如说手动做哪些事情 包含就是手动下载 这个资料 然后再插入三个栏位 为什么要插入栏位 三个栏位就是三个数据分析表 要用到的资料 然后再做出三个数据分析表 跟数据分析图 所以会做出三个图 还记得吧 分别是历年切到折线图 跟各区的比例图 还有录接到直条图 OK 那可是问题哦 如果将来你假设想要把它自动化 当然哦 其实第一个要想到写程式 可是写程式对一般来说 其实都是蛮大的 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啦 所以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呢 刚好在Excel里面有一个录制据席的功能 我觉得这录制据席应该可以对产生程式这件事情哦 其实有蛮大的贡献 因为如果你不会写没关系 哦 它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它会帮你记录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帮你把滑鼠跟键盘的动作哦 转换成那个VBA的程式哦 可是哦 虽然已经够方便 但是它转换出来的程式哦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所以哦 我是建议怎么样 你还是要慢慢习惯 它产生的程式哦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需要的 哪一些地方它可能产生的东西 其实根本不需要 可以把它删除掉 让它更精简 更符合我们程式运作的一个流程 所以哦 我们上个礼拜第一个 这个总共我们好像已经有做了 一个第一个按钮 就是住宅切到这个下载哦 那首先当然因为我们资料是来自于那个开放资料 那个开放资料的网址哦 哎 我们在这个开放资料找到之后哦 那如何把它下载下来 那最早我们其实是从那个开放资料嘛 应该还记得哦 我们打那个开放资料哦 就会有这个连结 那未来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用别的资料练习看看 反正以后要下载资料很简单哦 第一个先找到你要你有兴趣的关键字嘛 那比如说我打切到就会找到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连结 那理论上哦 那理论上哦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资料里面有哪些栏位 那他的档案格是什么 另外就是说呢哦 你按检视的话他会跟你讲编码方式哦 那我上个星期有讲过说如果未来哦 你想要把这个资料下载下载下来当然不是手动哦 而是用程式的话那我在云端上面有一个范本哦 各位可以看到在云端上面哦 其实有一个我好像放了一个范本是在第几页呢 各位可以看到是在第第16页的地方啊 其实就这一段哦 那这一段的范本哦 其实基本上有点万用 以后的话你只要给他什么 给他他的网址跟他的编码方式哦 那基本上就可以下载 所以我把这一段哦 上个礼拜好像有做过练习C Ctrl11有没有 然后你就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程式里面把它贴上 当然前提你要先开一个模组哦 把它贴到模组里面 如果没有模组呢 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去 那并且填上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网址 网址的话呢 我们是在 当然他提供网址哦 这边有个资料下载网址 理论上直接用这一个哦 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我们的TES 分号后面其实就可以 不过好像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台北市的资料哦 比较特别 他有点虽然是开放 但是他这个资料有保护 所以如果用刚刚那个方法会失败 所以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就在下面这个CSV按右键 可以从这个地方取得一个连结 用这个连结好像就不会有问题 可是用上面这个连结就会有问题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找到下面这个哦 按右键 复制连结网址 从这边找到这个这个位置哦 然后记得哦 把这个按右键连结 复制之后的话呢 贴到那个我们刚刚的那个范本里面 把它贴到分号后面贴上Ctrl-V 另外的话呢 把它编码方式啊 编码的话 他虽然告诉我是BIG5 不过好像 我记得好像我们跑会是RUN嘛 所以呢 把它改成65001 当然目前来看大概就是两种 65001 把它输入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RUN了 理论上哦 这个做完之后执行 哎 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里就会出现什么 那我按F8好了 竹簧跑 好 先清掉哦 所以这个地方是清除旧资料 然后呢 再连到那个网站上面呢 并且哦 按照豆点这come on 帮我把资料切割 然后编码方式是UTF8 然后把资料抓下来 OK 那refresh抓下来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错误发生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 那这个范本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这个范本我用蛮多地方上课 好像都没发生过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目前这个范例 基本上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以后如果假设你的资料是一个CSV的话 那其实用这个就OK了 你只要知道说它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当然未来也许不见得一定是开放资料啦 可能是客户端那边的资料 或者是说公司的某一台主机上面的某一个档案 反正呢你就可以提供一个CSV的连结 它就会帮你把资料抓下来 并且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A1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叙述 这边就是Range A1 OK 那这个Range A1指的就是你将来要放在工作表的哪一个起点 OK 那你说老师那未来我不想要放A1可不可以啊 你把它改一下不就好了 比如说你想说我想要把它放在B1 那你又改成B1 那可是变成A栏就空白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希望A栏可以做其他用途的话 那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换个位置放 OK 所以理论上这个范本其实还蛮单纯的 主要就是说呢 修改未来修改就是修改这个网址 跟修改这个编码 那其他基本上不太需要改 好 那跑完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好像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再加上那个什么 因为要做三个SUNER分析表 那三个SUNER分析表需要产生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有三个公式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重新做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还记得吧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栏位就是 在那个C栏的右边这边插入一栏 然后再上面加栏位名称嘛 然后再加公式 向下填满就好 可是问题你说老师那这个我不会写程式啊 没关系 你会录制吧 OK 所以哦 如果你会录制的话 其实程式就有了 只是说我建议啦 未来如果你要把VBA学好 就是你第一个 我觉得你还是要把录制剧集 也要先懂得灵活的录制程式 然后并且懂得会修改录下来的程式 那将来呢 你在把它修改成VBA 就会有一个过渡期 那可是你说老师那未来如果我已经写的 我觉得很熟了 我可不可以自己写 可以啊 但问题就是说 前提是你要已经能够很熟悉 看什么样的程式 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OK 不过如果没有啦 那我们就用录的 那我上个礼拜有示范过 你如果要录制剧集之前 第一个一定要先找到那个录制的功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录制剧集嘛 OK 开发人员 这个一定要把它叫出来哦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先把那个步骤 先run一下 比如说几个步骤 第一个 游标先放在D1 不D栏这里 有没有 那我们按右键 先点一下D 按右键先插入一栏 有没有 然后在上面打一个年 然后打公式 向下填满 OK 好 那假设说你确定说 这个动作OK了 我已经很熟悉了 那接下来我就按照步骤 分别来完成 所以录制嘛 那我就录一个叫插入栏好了 我看上礼拜有做过了 我们要把它复习一下 插入栏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不要多一个动作 因为你只要多一个动作 它就多一个程式出来 所以你如果多很多动作 那表示NG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刚才重录 因为如果你太多的程式会造成干扰 就按确定 那不过我建议就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选取 这样好像NG的 所以我干脆先取笑一下 就是建议 开头先不要选 不然如果你已经选了 你再选 它这个动作 就不会产生对应的程式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NG重来 NG重来就再一次 所以NG其实很正常 重来一下 贴上 然后再按确定 我之前已经把它盖过去 所以NG重来 1 选D栏一下 所以在这边点一下 OK 第二个把它按右键 插入一栏 OK 好 那第三 所以1 选D栏 2 按右键插入 3 在这边打一个年 因为我需要栏位名称 年 然后4的话 在这边输入公式 插入什么呢 我们是用Labs 所以文字的 或者最新有使用过 这边有 Labs 然后找这个资料里面的三个字 OK 按确定 这样完成了 第三个动作 1 2 3 应该第四个动作 那第五个动作呢 就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就快点两项 OK 好 这样的话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按停止录制 OK 好 那这样我们就已经有余 你可以录制完的去期 基本上都会在那个 前面这边清单里面看到 反正录完的结果啦 这边应该都找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 按下它啦 这边就有个插入栏 当然你要执行之前 我建议你可以把前面这个先删掉 不然的话会多一个 这边把它删掉一下 重来 让它乱乱看 能不能乱 执行 那怎么run 插入栏 执行 有了 有没有 它就有这个动作 OK 那如果呢 你想要看一下程式 到底长什么样 你就编辑它就可以了 有没有 编辑跳出来 不过它快闪一下 那如果你假设快闪 不见了 没关系 你还可以点点这边一下 其实它就放在video basic里面 OK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跳出来 那理论上 只要录制聚集 它基本上会帮你先插入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帮你把程式写在这个module里面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会在module 4里面 我看一下 对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录制聚集 假如你原来都没有任何模组的话 它一定会放在module 1 可是如果像我刚刚是module 3 它会放在module 4里面 所以你把module 4点两下 也可以看到刚刚的程式 不过另外就是说 你可以用编辑的 这边有个编辑 也可以 这边按编辑 它有时候会跳一下 闪退 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闪退的话 奇怪 对它会闪退 如果闪退 你不要管它 反正从这边也可以 因为它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程式 你就不要一直纠结 在一定要从那边看到 理论上应该按编辑是可以 如果不行 没关系 你就可以从 video basic这边 然后呢 找到什么呢 找到module 它一定会是最后一个就对了 反正你录下来 它如果前面有module 它会自动帮你再新增一个module 放最下面 然后程式的话就写在这里 就长这样 有没有 那当然你录完之后 我建议 刚刚有五个步骤 我建议你就要在这边加五个注解 如果你没加之后 你会看不懂 所以第一个动作怎么样 好像我们是选D栏 有没有 所以选D栏是这个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什么 在那个 那个什么 按右键 插入一栏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第二个动作 就是插入栏 那第三个动作的话 就是在哪里呢 在那个D1上面点一下 有没有 D1上面点一下 然后输入什么 输入年 有没有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D2上面点一下 然后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lab的公式 最后一个 所以五个步骤 五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向下填满 有没有 所以你接下来就是 请各位在每一个动作的上面 请你再加上单引号 然后加上它的步骤 然后呢 把那个 步骤名称把它打上去 所以第一个是选D栏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把它 选取D栏 这个名 这个里面的叙述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可以写你自己看得懂的 文字都没关系 简单写一下 插入 插入栏 好了 OK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 选 或者选取 选取D1 输入 输入年 然后 在第四个是 第四个是 选取D2 然后输入什么 输入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就是 那个Left OK 然后第五个的话就向下填满 OK 好 那当然简单打一下 你不见得一定要跟我打的一模一样 你看得懂为原则 OK 如果你觉得老师你在打太简单的 没关系 你多打一点字 OK 只要将来你回头看这个程式 你要看得懂 那你怎么打都没关系 OK 你不要打了之后 照我的方式结果你看不懂 那就 你就打你觉得比较看得懂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慢慢你可以有一个大概轮廓 原来 蓝 假设要选取的话 会用到一个物件名称叫colons 所以特别之后如果要控制蓝的话 就是这个物件叫colons 那如果说你只要有选取 只要有 你会发现 只要有选取的动作 就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动词 这个有点像是 什么 叫售词吧 你一定会有个select的动作 就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一个select的动作 选的嘛 选 然后就被选的东西 有没有 selection就是被选的东西 它是个名词啦 其实它就是代替你选了什么东西 所以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select 实际上 selection实际上就指的是 这个东西 指什么 指这个东西啦 所以有的时候我蛮讨厌它把它变两行的 明明是同一行 所以其实如果要我的话 我会把select跟selection delete 掉 其实插入栏很简单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插入栏 简单的写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 在colons d d冒号t 其实d冒号t还有一个写法 只要写d就可以了 在d栏的地方 做一个insert动作 insert的话就插入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精简的话 当然你说老师 我觉得不精简没关系 那这个都两可啦 只是说我将来如果习惯的话 我会把两行变一行 OK 两行变一行不是更精简 所以cntl 原来是长这样 原来是长这样 select selection 所以聚集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你是录滑鼠的动作 所以滑鼠会有select的选取 跟selection 但实际上我们写程式 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 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就好了 你还要select 那是滑鼠才会这样吗 如果没有滑鼠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那个那一栏 哪一栏 d栏里面插入一个 比如插入一栏 那你就是d冒号d 这个就是d栏 在d栏的地方帮我插入一栏 所以假设我们这样跑跑看 OK 你可以发现 按F8好了 我猪方跑 以后建议你不要直接按这个 这个直接跑一下就没有了 我是建议你可以按F8 F8其实就是这个真错 有没有 这边有个F8 按F8 各位有没有发现 刚刚那两行 其实一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哦 那同样的道理 以后像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输入年 有没有发现 d1.select 然后呢 ActiveSale.formula等于年 跟各位讲哦 其实这个点select 除了会产生一个selection之外 selection是一个范围啦 那也会产生一个储存格 比如我只有点d1 对不对 那d1的话呢 它是一个储存 所以哦 底下这个叫ActiveSale Active是被选取的 Active是活动的 Sale是储存格 所以啊 其实以后如果同样的道理 select 会有一个ActiveSale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删掉 串在一起 所以哦 以后两行可以变一行 OK 然后呢 等于年 所以哦 如果我把两行变一行 看起来不是简单一点的 另外跟各位讲 后面它这边有个属性叫 什么 点formula formula是公式 有没有 然后后面加一个R1C1 就是用R1C1来表示公式 然后等于年 可是问题后面 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一个字 所以哦 如果是一个字的话 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点formula 这个东西 甚至都可以拿掉 不要没关系 因为点formula后面是一个公式 那不是 我们不是放 我们放一个年这个字 所以哦 你会发现刚刚录下来的 那两行写一堆 对不对 其实哦 以后如果你自己写了 你写这样就好了 你可以按F8看看 有没有发现 结果 有没有输出一个年这个字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看一下哦 这边不是多一个年这个字 意思是把这个年这个字 丢到这个D1里面去 OK 好 那一样的道理哦 底下有没有发现 D2.slate 一样会产生 这边有个叫什么 application.copymore 这个你们如果没 这一行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删掉 因为这个有点多余 我把它删掉了 好 那底下的话一样哦 有没有 D1.slate 一样会产生一个什么 ActiveSale 所以我刚刚讲过 这个可以delete这掉 那因为后面是一个formin 一个是公式 所以我点formin R1.c1 我就不把它拿掉 否则会出现错误 然后呢 一样把它执行到这边来 OK 按F8 这样就OK了 那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Auto Free Dislation 就是这个范围 从D2帮我一直填满到最下面 目前是3569 OK Dislation 这个把它F8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一行呢 马上出错 有没有发现 它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哦 它说 執行阶段错误1004 如果1004的话 通常是打错字 不过这里来看 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错误呢 有没有发现 Selection 诶 可是问题哦 我刚刚做出一个动作 就是把点Select Delete掉 所以如果你没有点Select 这个动作 你就不会Selection 诶 所以你说老师 那可是没有Selection怎么办 其实那个Selection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 指什么 指的就是 D2 因为我点是点哪里 点D2 所以呢 你只要把那个什么 把D2 这个物件名称 放到这个什么呢 放到这个Selection 盖过去 这样程式就不会有问题吧 所以如果你假设 以后要删掉那个Selection的话 那你底下的Selection 就要改成上面 它 选的那个储存格位置 或者范围 OK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 刚刚的错误 就不会发生了 OK 那把它向下填满 填满 OK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最后它多一行 这一行干嘛 帮我把那个D2到D的3569 选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 可是我选的要干嘛 对 这多余的啦 所以我建议啦 最后这一行是可以把它删掉 没问题的 Delete掉 OK 好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改完 刚刚大概有十行吧 现在可能只剩四行而已 所以 假如啦 你想要让这个程式 变得更看得懂的话 第一个 一定记得要加注解 OK 我觉得注解一定要加 除非说你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问题啊 说那我再怎么厉害 我还是会尽可能加一点注解 不然将来我回头看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程式是可以让它缩短的 OK 哪些地方可以缩短 我刚刚讲过啦 就是有些地方 像点Select Selection 或者点Select 底下有Active Sales 都可以把它拿掉 其实你说 像 其实还可以再更精简 只是说 后续的精简 其实不加也没关系 已经够精简了 像我啦 我自己会这样子 就是会把 音色后面的相关参数 其实都不需要 因为音色基本上都是纵向的 所以后面这些叙述都是多余的 基本参数 预设参数 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delete 得掉 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可以再更精简 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D2里面点Formula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是可以拿掉 因为它用的是所谓的R1C1 什么叫R1C1 其实这个方式呢 我觉得非常不好用 我自己个人觉得 因为它是给 Excel里面的相对位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 R是列的意思 E 意思是第一列 C的话是蓝 意思是说 以A1这个储存格 当成是一个 公式的起点就对了 那未来 它后面假设说 你会发现这边是什么R R如果后面没有任何中瓜阿虎 像这个C有的话 那就表示同一列的意思 然后C后面的这个中瓜阿虎 如果是负的话 如果正的是向右 负的是向左 如果假设 C如果有的话 一样 正的话是向下 负的是向上 应该懂的意思 向右向下 C是蓝 蓝的话是左右 列的话是上下 所以它这个后面的中瓜阿虎 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 C后面如果有的话 那正数是向下 负数是向上 OK 因为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没办法看到 如果C后面有中瓜阿虎 那如果C后面有中瓜阿虎的话 那表示说 向右是正的 向左是负 所以哦 你说那老师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边公司是什么 你看一下公司 公司是 C2嘛 所以哦 我现在储存格所在的 那个列是第几列 第二列嘛 那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列一不一样 一样嘛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就直接给R就可以了 意思说R是同一列的意思 好 那再来的话蓝 蓝是哪一蓝 C蓝 可是你现在在哪一蓝 D蓝嘛 所以你现在在第二 所以呢 如果我要让它往前一蓝 因为要是C蓝 所以记得怎么样 向左是负的 所以哦 给它一个负1 负1是说 我的蓝 是右边那一蓝 所以得到 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你目前所在的这个D2的话 得到的结果就得到C2 OK 因为同一列嘛 然后 左边那一蓝 OK 写这样子 不过你会想说啦 哇 那这实在太难懂了 其实我之前也曾经很认真去研究 到底这个R1 C1我要怎么表示 后来我发现哦 哇 实在太难懂了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你看得懂的就好了 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哦 那个 电脑看的跟我们看的其实不一样 我们看的其实看这个公式蛮直觉的 但是电脑其实看这个 什么 这样的方式 R1 C1需要 它会比较直觉 所以哦 最后其实这程式给谁看 又不是给电脑 当然电脑会帮我们解析啦 可是写的人是你嘛 所以要是我的话啦 我跟各位讲啦 以后你不要写这么麻烦啦 你就写什么 写点formular R1 C1拿掉 不要用R1 C1表现 我直接拿这个公式怎么样 Ctrl C啦 取消 然后把它贴上就好了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formular 表示方式至少两种 一种是R1 C1的表示方法 那个也是有比较好理解 但是你说老师那这个我不好理解的话 我是建议啦 像我个人习惯 我不要用R1 C1 那不要用R1 C1的话呢 我就把那个公式贴上就好了嘛 那我马上可以看到 这公式是这样子哦 OK 所以哦 如果你不喜欢R1 C1 那你可以把它换成formular就好了 那个formular就是你看得懂的公式 直接把它贴上就好了 好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就更精简 所以哦 我刚刚又把程式做第二阶段的精简 那当然第二阶段精简 这一点非必要啦 你如果希望程式更更精简更短 像我刚刚是删掉音色后面的一堆东西 然后把R1 C1改成什么 改成我看得懂的方式 好 那要来run一下 所以最后看看有没有问题 那这一檔一样先把它删掉 把它恢复 然后一样我们把这边按F8 我是建议你按F8啦 音色看看 音色OK 没问题 所以你会把音色后面那些不要也没关系 然后再把年放进去 再把公式放到这里 你会发现也一样啊 有没有影响 一点影响都没有 然后向下填满有没有影响 也没影响 所以最后结果啦 我会把程式录下来变成这样 OK 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看云端白板上面应该也有 这个我这个是录制的结果 那最后呢 我会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子 OK 我把它贴到这边来了 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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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